讲的东西其实在云端白板的第十页里面也有,所以最关键的地方,这个在书籍里面不见得会讲得到,其实录制聚集可以得到一些程式,也就是假设说你有一些功能不会写的话,那其实你可以直接透过录制聚集得到你要的程式,那这个跟那个,这个像Python或像R,其实最大的差别我会觉得像那个,就是你用Python来写的话, 就是你如果假设不会的话,他也没办法给你一些提示,但是呢,VBA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不会,你可以用录制的,他剩下来的话自己补一下,我觉得反而在这个部分上面,对于那个绘制图表,我觉得相对是简单一些些,而且程式码我看起来好像相对,其实差异性也不大,两者其实做的事情也差不了多少,所以如果你将来你大部分的事情都在Excel里面完成的话,那当然你就没有必要说,你 你为了要得到一些图,然后呢,再把它汇到Excel,那其实反而更麻烦,OK,就直接干脆怎么样,直接就在那个Excel里面把它完成就好了,那里面的话特别注意,还有有个地方,我这边顺便再讲一下,最后的话你做完之后,假如说呢,你要让它,这个程式我们后面有补了三个,补了有,总共有三个, 总共有四个参数,好像刚刚补了四个参数,补的位置是,我写到好久了,这个,OK,那我把它放在,看一下我的程式,如果找不到按右键,指定再用编辑就可以了,在这里,那特别注意,这个地方后面呢,本来只有两个参数, 也就是说呢,AdCharge2,它本来,只有,只会帮你产生两个参数,那至于为什么,我知道说,这个后面可以加哪些参数,有的时候其实,除了录制讯息会给你一些讯息之外,另外的话呢,我觉得Excel里面,这个VBA里面也提供了一些查询,一些相关方法的,这个,怎么样, 电子字典,等于官方已经提供给你了,所以以后,假如说你不太清楚说,AdCharge2,这个方法呢,到底要怎么用的话,我建议各位可以记一个快速键,你按F1就可以了,你在游标把它放在上面,再按一下F1,那你会发现,它会跳出什么AdCharge2,这个方法的相关说明,那其实也蛮清楚的,它其实预设的话,你会发现它录制就只有产生这两个, 样式跟那个ChargeType,我发现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,为什么要两个参数,我其实也不太明白,看了半天,反正就把它当,两,反正就这样当样式就OK了,那后面我之所以知道说可以加什么,主要可以参考这地方,你会发现,它这边跟我讲说,AdCharge2后面的话,第三个可以用左,其实,不过你会发现,这个它,它的那个微软的说明,有点怪怪的,它明明这边翻译成左, 但是底下这边,它又变成Labs,明明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,对应关系,可是这边有翻译,这边没翻译,所以很多人光看了一头雾水,但实际上跟各位讲,其实这个就Labs,它这个翻译,那为什么你这个不翻译,搞不清楚,那这个又翻译,宽度,宽度就Wiz,那底下又没翻译,OK,所以你们看这个参考资料之后,要特别小心,因为它有点像用那个, 用那种这个翻译的方式吧,有些有翻译到,有些没翻到,要不你就全部翻,要不全部翻,好,那所以呢,你会发现,后面就对应到四个参数,那底下的话就四个说明,这四个在这里,OK,有没有,那它甚至底下还有一些描述啦,它说图表的什么,锚点的左边原位置,其实可以理解,然后一点为单位,OK,然后呢, 上缘的位置,Tub,OK,那宽度跟高度啦,那这边有一个叙述就是,它单位的话,它是一点,有没有,像我们之前直接指向500或300,那那个单位的话就是点,OK,那什么叫点,其实它这边甚至有连结,连结的话有个说明,什么叫点,其实点的话就是什么,七十二分之英寸,通常会以什么,点为测量这个字形的大小,所以几点几点, 大概就是这个啦,只是这个点的话又不是像素,OK,因为实际上呢,它用的这个点跟像素又是不同的单位,所以有时候用起来非常的麻烦,那倒不如我们用什么,相对位置,比如说以那个什么,以这个F2的,这个储存格当基准好了,那反正我就是,F2的点在哪里,那我图就放哪里,另外宽多宽, 我就以这个储存格,宽多宽,乘上几倍,高多高,乘上几倍,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,相对起来,是还蛮不错的方法,那只是说,它后面的话呢,变成说要给,第一个参数,这个Labs,逗点,第二个参数,第三个,第四个,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,这个后面有四个参数的造成什么,这个程式太冗长,所以哦,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,可以把它换航,不过特别注意哦,如果你要换航的话, 请特别小心哦,你不能说,我直接在这边按Enter,它会出错,如果说你要把两行程式,分开来的话,可能要注意一下哦,一般是会在哪里呢,会在空白的后面,先记得哦,如果你要换航的话,一定要加一个Underline,底线,那底线的话一定要在空白的后面,所以呢,我在逗点的后面这个空白,加一个底线之后的话,按Enter,那你把它移开,这样就OK了, 它就会把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当成同一行,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部分哦,我是建议哦,你如果Enter的话,下一行哦,记得按Tab键,这样会比较符合这个撰写规,但你不按Tab也不会错啦,只是如果按个Tab,感觉就是上面那一行跟下面一行是接在一起,OK哦,这样的话看程式会比较清爽,OK哦,那再来的话呢,如果我今天希望哦,再增加组合图,如果我今天 高雄哦,所以刚刚请各位把那个,这个降雨量,特别重要把它复制贴过来用转置就可以了哦,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高雄的这个资料,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,把刚刚的这一个台北的,这个其实你不用重写啦,你可以把台北的这个城市哦,另外在复制贴上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,那我这个地方就可以增加一个,哎,这个高雄的组合图,那最后再增加一个山,山图, 它之前已经做了哦,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哦,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,高雄的部分哦,这个城市该如何撰写啦,其实主要是拿台北的这个组合图,的城市来做修改就OK了,那改的方法的话,一,一样先切到那个Visual Basic,OK哦,二的话呢,我在底下的话呢,增加一个叫什么,一个叫组合图,我重写好了哦,Enter, 那三的话呢,那三的话呢,其实直接拿什么,那刚刚的这个,它这个地方刚刚台北的,城市我叫做组合图哦,聚齐,哦,录制了2016哦,那我就把这个中间的城市哦,复制贴到,哦,组合图高雄里面,那修改的部分的话哦,其实如果你都了解这个原理原则的话,基本上哦,大概只要改,我印象中好像改四个地方就OK了,第一个的话哦, 哦,改哪里呢,改这个,因为我们刚刚是对齐F2,所以显然我们不能对齐F2嘛,应该对齐哪里呢,应该是对齐这里吧哦,F17,所以第一步的话哦,把这个F2的话,改在F17,这边把它改F17,哦,OK,那其实你只要改哦,应该是改Labs跟Tub就好了, 哦,那Wiss跟High其实不用改,没关系,为什么,因为其实F2的宽度跟F17的宽度一定是一样的啦,哦,理论上一样的啦,那如果你要仔细一点是可以改,那不改没有关系哦,那第二个的话呢,在改什么,改Sets Data Source,哎,Data Source这个B2到B15哦,指的是这个台北的范围,那我的范围变更了,所以呢,我应该怎么,把这个范围变更哦,应该是改成 B的18,到多少,D的多少,30,18到30,所以把这个改一下,18到D的30,那底下的话,其实这行可以拿掉,点Slace这个,那底下应该都一样,再来的话呢,改这个,高雄,OK,这个把它改高雄,那其他的话应该都一样,所以其实改完了,所以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,一, 第一,把上面的Sub贴过来,所以把这个名称变更,原来也许原来要组合图台北吧,这个又组合图高雄,然后再把它的坐标,这两个改,然后它的范围把它改一下,改在这个B18到D30,然后另外的话呢,改它的那个什么,Chart Title,它的图表的标题,改成高雄,OK,基本上应该就改完了, 其他都不变,OK,那改完之后的话呢,再增加一个按钮,我们来试一下,基本上的话,这样子哦,按下组合图高雄,OK,那就是位置都OK,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,就做出我们要的结果了,一个两个,当然啦,未来的目标是希望,能不能直接,网路上的资料直接爬到,你就不要负着帖了,直接把那个中央气象局, 上面的资料直接爬下来,然后呢,直接帮我画,反正上面有几个,你就是几个图表,全部都把它画完,那当然是最终极的目标啦,不过,难度一定是相当,等于是说把那个网路爬虫,还要再结合制作图表,难度一定是相当高啦,所以这个意思我们后面再来,再看看,有没有办法再讲一些哦,那请各位试试看哦,把刚刚的这个台北的组合图哦,改成高雄, 我们的组合图,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哦